大家好,今天烤蓝鱼蒜香首斯鸡 首斯鸡通常的鸡皮都是蒸熟或煮熟 今次的做法,鸡皮是焗熟,特别香口,还配上一个避济酱汁 首先处理鸡腿,清洗干净然后用厨房纸彻底吸干水分 现在在鸡腿最后肉的地方剪开,剪几个洞,让它容易焗熟 这样就可以了,放在一边备用 蓝鱼蒜香首斯鸡,现在磨上蒜蓉吧,磨得又小一点 一只大鸡腿,用的份量也挺多的,份量是1汤匙半 接着就开一个混合酱汁1汤匙半的蒜蓉,一砖小砖的蓝鱼 蒜蓉,老抽,加一些柠檬汁,盐,糖,适量的胡椒粉 再加一些厨用酒,到最后加1汤匙油 要彻底搅拌均匀,将蓝鱼压碎 混合酱汁后,就可以涂抹在鸡腿上,按摩一下 刚才剪开的孔子,放一些汁进去,让它吸收颜色和味道 接着就可以放入冰箱,不要盖住它,腌2个小时,让它入味 备制酱汁,有一粒干葱头,把它切薄片 另外一粒干蒜头,要剁碎,在酱汁方面,有一些生抽,老抽 加一些蓝鱼水,一些糖,适量胡椒粉,再加一些水,搅拌均匀,备用 那还要准备多1汤匙的绍兴酒,很简单,准备好秘制酱汁和刚才醃好的鸡腿 那所有食材就齐了 用400度华氏,摄氏200度预热炸锅5分钟,如果你想用小型焗炉做法相同 现在喷一些油在底部,扫油也可以,接着加一只鸡腿,鸡皮向上,再喷一些油 都是用400度华氏,摄氏200度,焗5分钟 这只鸡腿很大,焗第一次,皮不用太深色,一会还要焗一次 反转后,再喷一些油 继续用400度华氏,摄氏200度,焗多5分钟 还没熟,再要反转焗多一次 这次要焗到鸡皮金黄,也是要喷一些油 喷得好像不够均匀,要刷一刷它 不喷油,直接刷油也可以 焗完这次就可以了,用相同的度数 好,焗最后5分钟 哇,刚刚好,差点焗焦,要看火,不要焗焦浸皮 摊冻一会儿就可以撕开它 在这个时间,就做避制酱汁,加些油 然后烧热锅 加些干葱头,先爆香,爆至微黄就可以了 然后加些蒜蓉,蒜蓉也是爆至微黄 跟手就加些混合酱汁,将混合酱汁煮沸 可以试一下味道,想甜咸咸自己调教一下 接着就可以加些酒,加了酒后要立刻关火了 不需要再煮它 这个避制酱汁已经完成了 这么大只鸡腿,把它一开二先 然后用剪刀尖顺着骨,起肉出来 这层皮焗香后很难撕开,用剪刀剪开它 肉刚刚熟很多汁 慢慢撕开你喜欢的大小 我做示范就烤了一只 一会儿我还会再烤两只 用来招呼客人都不错,好看又好吃 手撕鸡,你会不会常常做姜,蓉,或者沙姜呢? 试下这个方法,皮香,肉滑 加上鼻祭酱汁就天衣无缝了 今天的分享是这么多 欢迎订阅分享和点赞 在下一集再见